第1個動作就是大家最熟悉的 平胸臥推 在正式組前會先做2組遞增重量的暖身組 每組做10下左右 休息1分鐘後做2組的暖身 2組暖身結束後接著進入正式組8-12下4組 組間休息2-3分鐘 這邊大家說明一下要怎麼抓正式組 假設你正式組是用12下來做組的話 那你們就用大約15下會完全力竭的重量來做 那假設你的正式組是8下 那你們就用大約10下會完全力竭的重量來做 接著第二個動作也是大家所熟悉的上胸臥推 我會建議大家把Bench調整為30度 最高不要超過45度 那啞鈴的重量會調整為比平胸臥推稍微較輕一些的重量 這邊正式組我們會做3組 每組8-12下 主間休息2-3分鐘 第三個動作夾胸推 我們把Bench放平 雙手對臥夾緊胸勾 發力上推 緩慢下放 全程感受胸肌的緊繃感 因為這個動作主要在增加我們的代謝壓力 提升胸肌的蹦感 所以重量會調輕 次數提高 並且降低主肩休息時間 我們做3組 每組12-15下 主肩休息2分鐘 最後一個動作 暫停臥推兩組 每組暫停1分鐘 主肩休息1分鐘 首先我們先將啞鈴上推至頂點後 下放至上臂與地面平行 前臂與地面呈現90度 手肘平行與肩膀 注意你的呼吸 咬緊牙關跟地心引力對抗 這邊啞鈴的重量 會再降低為平胸臥推的1 3分之1重量 好的 胸的部分訓練完之後 接著我們就來做3個二頭肌的訓練方式 首先第一個動作 蜘蛛彎曲 我們把bench調整至20度 先用正式組一半的重量 暖身1組做10下 喚醒我們的二頭肌 休息1分鐘後 就可以開始進入我們的正式組 在訓練蜘蛛彎曲的時候 有幾個重點要提醒大家 第一 離心時一定要盡量慢 第二 手肘的位置盡量控制在同一個點 甚至可以稍微往前一點點 避免手肘向後跑 3組12-15下 主肩休息1分30秒 第二個動作 集中彎曲 在做集中彎曲的時候 我們把啞鈴調整為能應付8-10下的最大重量 集中彎曲 不名思義 專注集中在二頭肌 對於大重量彎曲的張力 一樣有意識的控制離心的速度 另外這邊跟大家講一個常見的錯誤 很多人在做集中彎曲的時候 會把手手頂住大腿內側 利用槓桿來舉起更大的重量 有些人甚至會直接把前臂放在大腿上 這些都不是我們在操作集中彎曲時應該要有的姿勢 我們應該將上臂或三頭貼著大腿集中在二頭發力來做 而不是靠著身體的代償來完成 集中彎曲我們做4組8-10下 主肩休息兩分鐘 最後一個動作 直接讓我在訓練中叫出來的痛苦撕扯訓練法 上斜啞鈴暫停彎曲 三組二十下 主肩休息一分三十秒 非常不能到 但是絕對蹦趕的一個訓練方式 這個動作的精髓在於 每五下就必須暫停五秒 也就是你必須在同一組的 第五、十、十五、二十下 都讓手臂呈現九十度 彎曲暫停五秒 這個動作我會用大約集中彎曲五分之二的重量來操作 第一個動作 酒杯深蹲 在正式組前 我會先做兩組遞增重量的暖身組 每組做十下左右 接著進入正式組 八到十二下四組 主肩休息兩分鐘 在操作時 我們把啞鈴垂直放在bench上 下蹲至低點 用雙手手掌肉最多的地方 將啞鈴托起 雙腳腳掌平均受力於地面 保持全程脊柱中立 自然下蹲 不用刻意彎曲背部 讓膝蓋不超過腳尖 吸飽氣下蹲 發力起身時微微吐氣 站至頂點再重新換氣 如果你有翹臀圈的話 建議可以搭配做使用 增強外展以及改善膝內夾的狀況 接著第二個動作 啞鈴分腿蹲 這邊我們練三組 每組八到十二下 單邊做完休息一分鐘換邊 背部呈現接近垂直於地面 保持髖關節的中立 避免旋轉 站至頂點時不用刻意鎖死膝蓋 建議大家可以在後腳膝蓋的部位 墊一張瑜伽墊或是小墊子 當膝蓋傾觸時前腳就發力起身 第三個動作 臀推 十五下三組 組間休息兩分鐘 我們將啞鈴放至髖關節上方 上背頂著bench 雙腳踩地 臀腿後側發力上推 這個動作一樣建議搭配翹臀圈 增強外展以及改善膝內夾的狀況 注意脊柱一樣保持中立 臉部就順著上半身運動就好 女生們如果想練蜜桃臀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訓練動作 第四個動作 羅馬尼亞硬舉 十二下三組 組間休息兩分鐘 這也是一個對於臀腿後側非常棒的動作 首先我們雙手拿起啞鈴 屁股慢慢向後推 上半身順勢向前移 移至緊繃時 臀部向前推出站直 我們想像身體就像一個齒輪 你的髖關節就是一個大齒輪 賴動著上肢以及下肢同時運作 在操作羅馬尼亞硬舉時盡量避免下蹲 才能好好訓練到臀腿後側 第五個動作 啞鈴提腫 這個動作我會建議大家提高訓練次數 二十下三組 組間休息兩分鐘 這個動作沒有太特別的技巧 就跟你平常踮腳尖的動作是一樣的 只要注意好節奏 下放時控制離心 保持好肌肉張力就可以囉 第一個動作 啞鈴肩推 在正式組前我會先做兩組地增重量的暖身組 每組做六到八下左右 接著進入正式組八到十六下四組 組間休息兩分鐘 在操作時我們下蹲至低臉 雙手握住啞鈴起身 將啞鈴放至雙腿前側坐上bench 雙腿上蹬 將啞鈴舉至身體兩側 上背貼緊bench 雙手上推至頂點緩慢下放 前臂垂直於地面 全程感受前三角的張力 吸保器上推 下放時慢慢浮出空氣 再重新換口氣完成訓練 第二個動作 啞鈴肩推代謝壓力衝鞋組 12到20下兩組 組間休息兩分鐘 這個動作跟肩推的概念是一樣的 持久能降低重量 並且將行程只控制在中段 關注在前三角的衝鞋桿 一樣注意下放時不要太快 控制好張力才能讓效果更好 第三個動作 啞鈴肩飛鳥 8到12下 4加1組 組間休息兩分鐘 一樣我會先做兩組遞增重量的暖身組 每組做6到8下左右才開始正式組 在做側飛鳥的時候 將膝蓋微彎靠近bench上 將身體重心稍微往前避免過度太長 以及更加舒適的訓練三角肌中速 手肘不用完全打直也盡量不要低於手腕 我會建議大家操作時以小拇指高於大拇指效果較佳 但相對的肩部會帶有內旋 可能會造成夾擊不適 所以請自行調整較舒適的訓練動作 最後一組我們用遞減重量的方式做到力竭 第四個動作 啞鈴尖飛鳥頂峰暫停訓練 力竭後暫停15秒兩組 組間休息1分30秒 我們將bench調整至30到45度 重量降至正式組一半 雙手側飛至接近力竭後 在頂點停住15秒 感受三角肌中速與重量的抗衡 休息1分30秒後再做一組 第五個動作 後三角啞鈴尖飛鳥 12到15下3加2組 直接休息2分鐘 我們將bench調整至20到30度 三角肌後速的感受度 相較於前中速較為難掌握 肩甲骨後收的程度 手腕彎曲的程度 手腕的角度都會因人而異 所以我給大家的大方向是 手肘自然微彎 前眼朝前45度左右 用三角肌後速帶動手肘 向外向上跨圓 重量不用太重 以感受度為主 最後兩組我們用地減重量的方式做到力竭 接著進入三頭肌訓練 第一個動作 仰臥三頭啞鈴伸展 12到15下4加1組 股間休息2分鐘 我們將bench放平 雙手拿起啞鈴放置雙腿平穩後躺 用胸推的方式 將啞鈴推至頂點後 固定好手肘的位置 重心稍微向後 緩慢下放至低點後 吸飽器發力上推至頂點 建議大家可以用手 拖著啞鈴底部 減少抓握力的耗費 這個動作主要吃重在長頭的位置 最後一組 我們用地減重量的方式做到力竭 第二個動作 三頭啞鈴後屈伸 12到15下3加1組 主間休息2分鐘 這個動作 你要單腳或雙腳站立都可以 長頭與外側頭都可以訓練到 一樣 固定好手肘 發力向上 緩慢下放 最後一組 我們一樣用地減重量的方式做到力竭 第三個動作 反凳撐體 12到15下3組 主間休息2分鐘 這個動作主要訓練我們的外側頭 我們將雙手撐在bench上 身體懸空 下放時身體盡量下沉 速度適中而平穩 下放時控制離心 保持好肌肉張力就可以囉 第一個動作 單手啞鈴划船 再來正式組前 先做兩組 遞增重量的暖身組 每組做6到8下左右 接著進入正式組 8到剩下4組 單側做完後 主間休息1分鐘換邊訓練 在操縱手們保持脊柱中立 背部盡量平行於地面 肩胛骨隨著手臂上拉的時候 向後收緊 前臂盡量垂直於地面 才能更好的訓練到我們的脫背肌 這個動作你要單腳或雙腳站立都可以 下放時吸氣發力時吐氣上拉 第二個動作 用雙手啞鈴划船代謝壓力衝鞋組 15到20下量組 組間休息1分30秒 我們將bench放置20到30度 胸口頂著bench 讓背部跟地面接近平行 這個動作跟單手划船的概念是一樣的 只是我們降低重量 並且將行程指控制在中段 專注在擴背肌的衝鞋桿 一樣注意下放時不要太快 控制好張力上拉時後收肩胛骨 才能讓效果更好 第三個動作YTW訓練法 21下3組 組間休息2分鐘 我們一樣將bench放置20到30度 胸口頂著bench 讓背部跟地面呈現接近平行 我先通著雙手帶大家抓一下感受度 首先我們肩胛骨後收 雙手向前大拇指向上 比出一個英文字母Y字形 對 避免肩膀內卻夾起 接著我們將肩胛骨後收 雙手在身體的兩側大拇指向上 比出一個英文字母T字 最後我們一樣後收肩胛骨 大拇指向上 比出一個英文字母W 學會掌握好肌肉張力 就可以拿起啞鈴 開始增加負重訓練喔 每個動作7下總共21下 重量不要用太重 以感受度為主 訓練上背以及內側 如果你想把這三個動作 拆開來單組訓練也可以喔 第四個動作 啞鈴手肩 十五下三組 主肩休息1分30秒 訓練我們的上斜方 在操作時我們下蹲至低點 將雅鈴抬起 頭部自然向前看 做聳肩的動作 緩慢將雅鈴抬起 再緩慢下放 感受上斜方的張力 上斜方訓練形成較短 可以使用大重量的訓練 如果握力不足的話 建議搭配拉力帶使用 接著進入腹肌訓練 第一個動作 上腹訓練 十五到二十下三組 主肩休息1分30秒 我們將雙腳放在背上 雙手觸碰膝下 在操作時 頸部與肩膀全程不觸地 維持上腹的肌肉張力 第二個動作 下腹訓練 十五到二十下三組 主肩休息1分30秒 我們將雙手平放身體兩側 將雙腿上抬全程不觸地 維持下腹緊張感 第三個動作 側腹訓練 二十下兩組 主肩休息1分30秒 我們彎曲雙腿坐至地面 選一個適當的重量 固定好下半身 旋轉上半身 將啞鈴左右移動 第四個動作 登山跑30秒兩組 主肩休息1分鐘 這是一個很棒的收尾動作 不但可以訓練我們的腹肌 並同時擁有有氧的訓練 雙手觸地 雙腿輪流上凳 維持好呼吸節奏就可以囉 影片中使用示範的器材是 BLAZE的AD32可調式雅鈴 只要準備一顆雅鈴 就可以包含了2-32公斤 非常的節省空間又方便 以及FITNESS REALITY可調式Bench 如果有需要健身器材的朋友 可以到影片下方的連結購買 那邊有比官網更便宜的折扣 還有其他各種健身器材可以選擇 那如果你有其他問題的話 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或私訊我 我會回答你相關的問題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回見跟各位 下次見 掰掰